你好 欢迎收看12月12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为了改善花六四线危险边坡排水系统 还有扑面等设施的问题 在第一期计划完成之后 目前要进行的是花六四线2K到22K到500公尺处 弯道改善及道路安全的提升工程 县政府建设处和花莲县长徐军会 特别到了奇美部落举办地方说明会 让部落族人可以了解县政府 针对花六四线第二期工程主要针对的改善部分 为了改善花六四线危险边坡排水系统及扑面等设施 第一期计划也已经完成 目前即将要进行的是花六四线2K到22K 以及弯道改善及道路安全提升工程 县政府建设处与花莲县长徐军会 特地来到奇美部落办理地方说明会 让部落族人更了解 县政府针对花六四线的第二期工程 主要针对的改善有哪些 所以今天将我们一期的这个成果说明 还有二期未来三期的规划 在这里跟我们住在我们部落里的乡亲长辈 最主要的幼路人的乡亲长辈家人们 跟大家报告未来要怎么做 那当然这个现在是已经招标出去了 那当然如果有一些比较细微的大家可以给予建议 那我们也会看在工程上可不可以把它纳进来 吉美部落居民则表示希望还有些弯道非常狭小 县政府也能够纳入在这一次的工程当中 这个甲义列课程进来的时候一定可以产生很多的疑虑 那再来这个瑞港一号桥那个路段 那个转弯的路段 甚至一号桥 那个是不是我们要考量的路段来做准修 如果说你要准修 跟说这不是有考量的 这个路尽量能够变 因为你靠手边的会影响到真的做的路段 县府建设处表示计划范围总全长20.5公里 施座范围长9.5公里 因为部分路段宽度以及转弯半径不足等因素 在民国96年期间禁止甲乙大客车进出 而为了满足区域观光需求 以及最重要的避免天然灾害崩塌造成道路阻断 会持续的陆续完成花64线的道路安全 记者高松霜 瑞瑟箱采访报道